好 我做一个 不用 这个没有开关 这个不是唱歌 我觉得我要唱歌 这个不是唱歌 好 自然 台东市民代表会第十三届第三次定期会 5月7号下午市政考察议程 首先前往4月19号完工的南京路 圆道攀爬公园 在现场实际测得部分的邮据 表面温度达到51度 让代表们讨论是否考量建设遮蔽设施 当然我们觉得美中不足的部分是 第一个当然是厕所的问题 公所这边担心的是说 未来的管理责任问题 那我是有跟公务所所长讨论过 如果这个台东市公所 它的管理的公厕越多的话 那我们越有机会让它去做委外 那就不会以公所的人力的部分 来去处理这边的状况 离开南京路后 一行人转往纯广路与根深路的交叉路口 视察曹花岛的改善情形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了之后 下面现在公管所这样的设计 这个曹花岛 我是觉得说 我们常常讲的 有一个好不两好 虽然看起来好像是没什么设计 很简单 然后下面是铺个耳软石的底 至少我们公管所格数上说 它铺这个耳软石的设计 就是说不要让杂草会长出来 那至少说在 因为那边的车流量 真的也是蛮大的 至少说在行车跟行人的用路安全方面 我是觉得说会大大的提升 今年这个设计真的是觉得很不错 因为简单干净又俐落 又不会有杂草产生 刚才我有问所长 所长很客气 我说是不是台湾第一个 他应该是 其实这个也可以作为都市的示范之一 这边有一个建议就是 如果活年过节 市长也可以考虑上面给他摆花 花海 然后平常就是这样干干净净 不错 有很进步 前往果菜市场 视察林匹厂整修整顿工程 抽了一个礼拜有来两次三次 这样的建设对摊商也好 卫生上管理上都比较好 如果以后营业的话 就肉摊来一摊 卫生都比较好 最后前往新原部落 关心长期以来 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品质的 释迦园施肥 与豆腐工厂排水 产生恶臭的情形 陈明峰市长也前往了解 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 其实好几次开部落会 我们都邀请他们 跟我们一起来对话 可是他们都拒绝都没有来 所以我们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一直打电话 1999环保局来的时候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说没有达到 那个开法的标准 所以我们也很无奈 所以今天这个市政考察 真的感谢我们的同仁 能够来到这里 陪伴我们部落的族人 我们感到很高兴 很安慰 但是当然进一步 我们需要有实质的改变 就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我自己有一个想法 想说是不是在这一个 就地这个出水口的地方 装设我们污水处理槽 我们用污水处理槽来的 第一个它进水口进来之后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豆腐渣 沉淀在我们的污水处理槽里面 之后再过滤 过滤之后再进出出水 到我们现在排水溝的地方 其实部落要承受这么一个空气品质 这么差的地方做生活 我觉得部落一定会非常的不高兴 我希望在座的我们的社会代表 一定要一起为我们的族人发声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 谢谢 接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来会看之后 那我跟客长就积极的开会 跟黄宝级也在商量一些 一些看如何能够改善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事项 那我们的客长他也很努力 把我们的土调出来 然后我们大概看了土之后 看到我们排水溝的结构 似乎有一点不太理想 所以我们可能会从排水溝的 这个方向先来改善 那排水溝如果说你水一直 它保持了流动的话 是不会有任何的味道的 那我们就是今天我们也请客长来 在现场跟我们所有部落的 我们的好朋友 一次把你们解说 下一次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要怎么做 让大家可以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在我们有一个好的环境的话 大家生活起来心情会比较好一点 也感谢我们这么多的代表 来挺我们的新颜部落 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 5月8号起 台东市民代表会第13届第三次定期会 将进行六天的市政综合咨询议程 欢迎大家搜寻台东市民代表会 YouTube频道 共同关心市政 台东所在综合报道